1月12日由周杰伦、谢霆锋、安智鞋、林鹏、白冰等领衔主演的警匪枪战片《逆战》在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导演林超鞋携一众主演齐齐亮相当天的活动 而主办方也别出心裁地将活动选在射击场内举行 众主创一上台便手持重型模拟枪支摆出酷帅造型 一时间剧中感觉帅爆全场 来周杰伦 健康 这个真的是看得很过瘾 包括我们准备的这五吨 这些都非常这种战时的氛围 学习此次在逆战中 停封、杰伦及众位女演员均有高空跳落的戏马 而其中停封除了从八楼和十楼一跃而下 更有从游轮上众生越露大海的惊险场面 谈其词好兄弟周杰伦言语中不仅有露出佩服之情 更在现场吐露了自己当时尴尬的境遇 活动现场众位主演军大导 抱怨导演林超贤太狠 而在周董看起来很舒服的死海域被停封描述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去那时候我坐了16个小时飞机去抛一下屁股 在湿海 我们第一个镜头就是在湿海里面 因为我到那天他们就找到饭店出移 真的是这里说要中弹 这里说要中弹 然后我就看着他说 对一下明天去死海 然后那天有点缘过高 就说眼睛不能碰到什么 反正一泡下去就觉得屁股痒痒的 因为我导演要我们两个泡在里面泡半天 我就开始屁股疼了 跑到那边 还没还没还没别动 我说我动不了 其实当我那个学生 我刚刚跟随海域他们说也不好意思说了 其实下单身 其实经常夹着 这脏话又出来了 同样是歌手出身差不多同时期出道 却一直阴错阳差的错过 当天的发布会上 周董与亭峰一般稀稀相惜的言语 透露出浓浓的兄弟情谊 也让两位将来在音乐上的合作成为了可能 奇怪 我跟杰恩呢 其实入行也没差两三年 在这个时 我发唱片的十一年里面 都没有跟他同台 或者是也同台可能就差不多了 但是没有合作过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也没有说刻意的不合作 只会是 终于经过十一年之后 在一部叫做尼湛的电影里面合作 很难得也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 能够今天成为好朋友 但是之前你说的感觉就是 没有嘛 没有没有 骗见 什么都没有就是 想不到会像今天那么好的感觉 就是挺酷的啊 然后我觉得跟我蛮像的就是 很讨厌狗仔 那 我觉得 大家其实 我觉得一见面 那我们感觉就是很熟悉 因为 之前以前很久以前 在香港班长典礼的时候 常常遇到 但那时候都是音乐上面的合作 不是合作 在音乐上面的舞台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合作过 结果反而第一次的合作 不是在音乐上 是在萤幕上 电影 所以 然后我看他这样很拼命 我觉得 你轻忘记他做音乐的样子 就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这样 那 所以我演唱会 希望把谢霆锋给拉回来 据悉 在戏中帅气拔枪 英姿飒爽的周董 当天在真正的射击场上 也过足了一把射击影 而面对真实的枪把 最终的神迹 周董似乎有些尴尬 当去打把 我觉得比较 这里 这里是 这个这个这个射击场 刚去打把 我觉得非常困难 才知道 其实跟拍电影 是两回事 拍电影那个枪 就是可以很帅的 刚刚这个后座力 我觉得然后 而且我那个 完全没有正宗的弘性 好 对 所以刚才有两位记者 好像分数还比我高 这个 如果 先逢到数 近些年 一直对惊险动作戏 情有独钟的谢霆锋 被记者问及 如若有一天打不动的话题时 愿且激动的霆锋 打趣的说道 他打不动吗 哈哈哈哈 那么 坏 说我老 没有了 我觉得 只要我有这个抑制力的一天 我还是希望 能 能 能做多少 做多少吧 而一直忙于工作的他 被问及即将到来的新年 将会如何度过时 他则开心的表示 好在春节期间不用开工 可以好好陪同儿子和家人 就是绝口不提 博之二字 所以 应该好像不用开工 所以呢 呃 拍完我现在在拍的那部电影之后 好像应该有空 那回去 那跟家人呢 聊小孩 啊 过 不 我 知道 俺 如果你 你 你可以 by bwd6